三件化妝品就可以化出防水防汗防海嘯的韓式裸妝 首先出場的就是這支Maybelline CC Cream 這支CC Cream剛剛擠出來的時候就好像牙膏那麼白 但是當你塗上臉的時候 它裏面的膚色調整粒子就會破壁而出 塗上臉後就是自然的膚色 我們說韓式裸妝 最重要的是膚色自然透薄 而且有光澤 如果下面沒有太多瑕疵要遮 只不過是想找一隻有防曬 可以改善臉色 而且又可以營造凌妝感的CC Cream的話 這支產品就十分適合你了 QQ剛剛用這支產品的時候 開始有點偽技的感覺 輕輕推開它之後 顏色就會慢慢變得自然 我發覺只要是曾經打過透明質酸在臉上 臉是很容易水腫的 所以我每次上妝都會用手掌來幫自己去水腫 很多朋友問 有什麼方法可以防止變紅貓眼呢 其實就好看當你畫上臉眼線的時候 用什麼產品去畫 大家是可以用家裡現有的防水睫毛膏畫上臉眼線的 我試過塗完它之後 再去游泳一點都不掉色 試滴 防水睫毛膏也可以用來畫眉 不過拿的份量不可以太多 而且要做到枝素是乾乾的慢慢上 我發覺用防水睫毛膏畫眉 比起眉高眉粉是更加持久 天時熱 流汗一定會擦額頭的 用這一招 眉毛沒有那麼嚴堅 防水睫毛膏用來畫眼線的好正 不過大家畫的時候 就要爭取時間 如果不是睫毛膏乾了的時候 就很難畫的 畫完上眼線之後 我就會在Ult V和下眼線的地方畫上虛線 這樣做 除了有放大眼睛的效果之外 當你掃上下眼睫毛的時候 會令到睫毛更加濃密 大家可以看一下 當眼線乾了之後 我用Q-Tip去揉它 它們是十分堅強的 好像QQ一樣 雙眼閃得比較近一點 其實可以延長眼尾的部分 這樣除了可以平衡的樣子之外 也可以令到臉部更細 有些位 如果想遮瑕 例如是黑眼圈 或者是唇邊的色素 是可以用BB Cream來做一個遮瑕修飾的 由於這個妝我是用三種產品 所以我就不用LOOSE POWDER了 如果又想妝容更加持久的話 我就會拿一張紙巾 輕輕印在臉 印走多餘的油份 粉狀的胭脂是會拿走我們面部的光澤 所以我覺得化寒妝最好就是用高狀的胭脂 塗的時候 在夫妻公的髮邊開始 用放射式的塗法 就盡量避開 不要塗在蘋果肌的中間 用高狀的胭脂也可以幫雙眼營造一個立體的效果 我們上胭脂的時候 我們集中在ALTER V和眼球的前半部分 中段眼球比較凸起的地方就不要塗 這樣看下去就會有一個漸變而且立體的效果 唇色方面 我也是用高狀的胭脂來打造我的唇色 最近非常流行的咬唇妝 如果想化的話 我就會在唇珠上唇的中間 或者是下唇的兩邊 輕輕地印上適量的胭脂膏 之前QQ也說過了 如果有什麼地方要眉汁 想遮瑕的話就可以用BB霜 QQ現在手上拿著這支BB Water Gel 我也是真心跟大家推介的 我覺得它的質地是清爽不油膩 易推 不焗 而且有輕度遮瑕的功效 這個妝已經化得七七八八了 如果各限覺得臉好像也有點浮腫的話 其實是可以配合手指的按摩 或者像QQ一樣用兩支手指 V型的手指按摩耳朵的穴位 也有V面的功效 也有的 睫毛膏當然要用來塗睫毛 化妝的工具真的不需要太多 其實不需要睫毛夾 都可以化出微笑的眼睫毛 之前我在下眼線的部分畫上虛線 現在我掃上下睫毛的時候 那些虛線就沒有那麼明顯了 而這個畫法也都可以令到我們的 睫毛的根部看起來更加濃密 至於睫毛和睫毛之間的空隙 我們是可以利用防水的睫毛膏 配合牙籤來填補的 想在面上點一粒防水的墨 當然也可以用這種方法 如果不需要遮瑕的話 基本上我整個妝容用三種產品 已經可以完成了 化妝這件事真的是封劍尤人 你可以用幾十種化妝品化一個全妝 你也可以用三種產品化一個全妝 當然最重要就是好好愛惜自己的皮膚 有空也要做多些運動 面色好皮膚漂亮 自然就不需要化那麼多妝 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的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 Bye icki a